以色列代表处举行国庆酒会 以色列政商名流 当地媒体共200多人出席 场面热络 代表处也在现场发起联署 希望我国能够早日加入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压公约 祝以色列代表张良任致辞说 肯定台乙过去几年关系越来越紧密 其中两国免签 使得今年来以色列人数 比去年同期成长一倍 当他提到台湾赴美免签时 则令赴美需要签证的 以色列来宾十分肯定 曾经多次访问台湾的 国会议员谢义 致辞时则期许两国关系更密切 驻越南代表处也举办国庆酒会 越南商工总会副主席黄文勇 代表越方出席 他期许台越关系能更紧密 而驻越代表黄志鹏 也对台越未来充满期许 先祝中华民国 一百零二年的国庆酒会 我要邀请在座 所有台商的领导 再继续重启台商 对越南国之的动力 让我们共同力 把台越的关系更上一层哦 酒会在国歌声中展开 约五百名台越嘉宾 在酒会上激昂高歌 气愤庄严 随后在乐团精彩演出中享用美食 互相干杯祝贺 欢度双十国庆